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是5月24號 禮拜一 有三則科技無報 第一則 五大電信業者 因應現在停課 但是不停學 也就是說要在家學習 五大電信業者 他們就是因為這樣 免費的提供給 學員來做門號 然後最近又加碼了 比如說中華電信加碼了3萬個門號 然後遠傳台客大各加碼3.5萬門號 亞太贊助了1.2萬門號 還有台灣之星贊助了1.2萬門號 加起來共13萬組的門號 免費全部都是由教育部 來提供給全國的 經濟弱勢學生在停課時間使用 很棒真的很棒 但我先講一下 遠傳他提供的1萬張 是15天 但是有2.5萬張是45天 所以 如果你們有去的話 記得去 申請拿45天的 台灣大也是1萬張15天 2.5萬張45天 台灣之星我要特別講 台灣之星是1.2萬張 45天 但是 他加碼什麼你知道嗎 無限量免費一個月 給全台的消費者 你今天不管你是新辦的 學生老師 他 就免費提供一個月給你 你只要在這一年以內 以前 應該說這一年之前 你沒有去台灣之星申辦過 5G的試用門號 那你就可以來申辦了 而且是一個月免費 我覺得 這方面不錯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第二則 等一下 老闆 你是背著我偷賣水冷扇沒有告訴我 我沒有賣水冷扇 你要不要好好解釋一下這件事 好 各位 如果你今天在Facebook 有看到 有我的肖像 我的影片 然後是跟水冷扇相關的 都 跟我沒關 我沒有 我在此聲明 我沒有授權 販售 代言 相關的水冷扇 如果我有 我也會在自己的Tim哥有錢商店 來販售 我說實話是這樣 因為 但是 就是沒有 你會說奇怪我在影片上有看到 那影片是在雅虎TV 當時的製作團隊借了水冷扇來 請我們來拍 那 拍完以後 老實說我們在現場覺得不好 可是 他們就 截了我拍的畫面 然後就說 這是我代言 對不對 對 那如果看到其他就是相關 產品 然後也是用我們的影片的話 都歡迎大家把連結傳私訊給我們 我們都會看 好 對沒有錯 然後我們也公告出來 好 就是除了水冷扇以外 對不對 對啊 好 之前有別的 我們都置頂留言了 對好有別的 各位反正你們有看到 全民當偵探 全粉絲當偵探好不好 好我們來繞回第二則 第二則呢 蘋果呢在4月中 其實有推了很多新品 台灣NCC的資料擴 已經出現了 終於 出現了表示什麼 開賣時間也近了 包含AirTag M1的 款的iMac 然後M1款的iPad Pro 2021版 還有Apple TV的4K 我先講一下 我自己很期待的 24吋的 M1的iMac 他除了本體外 還有相關配件 包含Touch ID的巧控鍵盤 巧控滑鼠 還有143瓦的插頭 兩公尺的線 還有USB-C to Lightning的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既然要送NCC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配件 全部都要看到 因為送繩是全部 一起去送繩的 那包含下面也有 AirTag Apple TV 4K 還有 M1的iPad Pro 這幾個我都很期待 希望 AirTag我已經開箱完了啦 那AirTag 我明天晚上的影片呢 是把它拆開 然後 很好玩 我會更加會拍 明天晚上一定要看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者 第三者 蘋果在 全球的 無障礙關注日 預告了很多的 黑科技的新功能 包含了新的WatchOS 8 會加入了新的輔助觸控功能 讓使用者呢 可以利用手勢 比如說握緊 你就可以幹嘛 去控制你的這個螢幕的 上面的游標啊 然後而且呢 還可以輕鬆啊 去接聽來電啊 所以你以後用手勢就可以控制 Apple Watch 酷不酷 蠻酷的 我看第二個更酷 iPad 他接下來支援 眼動追蹤 如果你今天是第三方的眼動追蹤裝置 裝在iPad上 你可以用眼睛來控制iPad 去移動 因為iPad現在有滑鼠嘛 你就可以控制他 是不是很酷 有啊 還有呢 就是說 你可以用使用旁白呢 去把相片的圖像喔 在新的iOS 的系統裡面 也就是說應該就iOS15啦 你可以呢 口述影像喔 去把 那個圖片中的人物啊 文字啊 你可以呢 用口述方法就可以去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還有新的memoji 為什麼我會先這樣講呢 因為 我們可以 連到接下來在 下個月 是什麼 wwwdc 所以呢 接下來的iOS15 iPadOS15 watchOS8 還有 Mac的 OS 應該 會 蠻可以 大家可以期待的 好吧 晚上 大家知道AirPower吧 對不對 蘋果沒有出嘛 沒想到小米已經先出了 結果呢 小米出了以後呢 我呢 先把它開箱 好吧 我們晚上 晚上見 畫面 畫面 雷 我 偶然 你 出來了 今天